Hello 各位观众小伙伴 今天来带大家看看这个全新的中期改款的CT5 那这个车摆在这里最大的变化呢 就是它这个所谓的主日经的这个全新的车漆 这个车漆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那其实在中期改款它还新增加了一个暗叶子的颜色 那我还是比较期待那个颜色 但是今天呢并没有在这里看到了 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想办法看看是不是能够看到那辆车 非常期待那个颜色 其实作为中期改款的CT5来说呢 它最大的变化是这个车头现在是映入了最新的设计 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车灯是变了一个全新的样式 原来是一个横向的小的一个比较眯眯眼的情况 那现在呢其实是一个纵向两颗的一个大的LED的灯珠 而且转向灯在这里然后日行灯还是这个树向的 而且它在这个解锁和锁车的时候也有这个流水的移密功能 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棒 那原本的车型的两个外观 一个运动外观和风扇外观呢 在中期改款的时候也是得到了保留 那像这个呢就是一个运动的外观 它会有更多的黑化的一些处理 包括轮圈等一下我们到侧面来说一下 那这辆中期改款的CT5在侧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 轮圈呢还是19英寸的黑黑的设计非常的漂亮 然后里面是一个Brambo的卡钳 轮胎依然是米其林的PS4S这个胎 在接胎里面算是抓底力 包括实地各方面等等性能都非常棒的一个轮胎了 然后呢像是MRC的电磁减蒸器这些也都是有的 还有像LSD这个限滑差速器也是会出现在这样的车上 所以它依然还是注重操控可以飘移的后驱大后操 那车尾呢依然是非常运动的动感 脚牙尾看上去也是非常非常的赞 那其实在其他方面的变化也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它现在当你人靠近的时候 它下方会有一个照地灯照在地上 然后你脚就扫那个灯的地方的话 它的后备箱就会自动开启 设计还是非常的棒 不会出现你扫了半天也不知道有没有扫到 然后可能腿都已经扫到腿扫断了 后备箱还没有被扫开 动力方面这辆车跟中期开款之前是保持了一致2.0T的发动机 自大功率237马力 峰制扭矩350牛米 而且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发动机的摆放的布局的位置 是在前轴之后的 那其实中期改款的CT5它最大的变化呢 还是来自于车内 我们进到车内再来看一下 进到车内 进到车内的内饰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原本那个比较稍显老气和油腻的内饰呢 现在已经把它完全摒弃掉了 换装的这个凯扎克 现在电车实在所应用的33英寸的弧面的屏幕 那这个屏幕呢 它有9K的分辨率 它的整个屏幕的清晰度 包括色彩是可以媲美苹果的iPad的 而且是带有XDR屏幕的iPad的 所以这块屏幕整个的效果各方面都是非常的棒 而且它也是内置了8155的芯片 而且是有5G的传输的这个速率 那在之前的CT6 我就说这个车的这个内饰 包括科技这方面 屏幕啊 用的是一个985的这个感觉 这个现在一样是9K的分辨率 8155的芯片 还有5G的传输速度 那其他方面 像这个苹果的CarPlay 包括这个里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应用 然后支持OTA等等 这些都不用多说了 这是现在整个凯扎克其他这个 最新的一套系统 都是标配的 让我个人非常欣喜的是 它在下方这里是保留了所有的空调的 操作的物理按键 包括座椅加热通风 还有这个驳车啊 包括车道的保持 还有360引向等等一些 非常重要的这个物理的按键 都是保留在这里方便 这个后续的盲操的这个操作 这一点还是非常的棒的 然后呢 这个电子档吧 然后包括这边的各种各样的驾驶模式的选择 甚至它还给你保留了这个旋钮 这个我觉得也是要非常点赞 就跟宝马一样 它给你提供了这个触控的屏幕 包括非常好用的语音 还是想拥有以前的这个操作的习惯的话 它也是给你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这个给人感觉还是非常棒的 其他方面的像AKG的音响 然后这边无线充电这些配置都是在这里的 总体来说这辆车车头全新的设计 内饰屏幕等等也是现在做的非常的棒 跟原来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呢 它的优点 这个非常棒的轮胎 然后Brambo的刹车 电磁的减震器 包括限滑刹速器 这些都是得以了保留 包括它的Super Cruise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 也是得以了保留 所以呢 现在这辆车竞争力 包括产品力 都是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提升 对于像我这样子的硬核车迷来说 如果是你需要一辆四门的轿车 那我觉得这辆车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满足 你对这个操控 包括运动等等各方面的这些需求 但现在它把之前的一些 相对来说的短板也已经补足了 所以屏幕前的小伙伴 对这辆中期改款的全新CT5 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 积极跟我们交流沟通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